谈点那些你意想不到的站桩方法 建议收藏 我们学结构呢 一定要灵活 不要说教你一个站桩 你就只懂得站这么一个动作 站这么一个桩 换个姿势啊 你就不行了 那这样呢怎么可能 用到这个生活当中 对不对 那比如说 你这样站 那是很稳 别人也压不动 这个结构呢也很硬 可是呢 你现实生活中 你难道永远是这样站吗 不可能永远都站这么直吧 有的时候你需要弯腰 你总得会需要 俯身 或者做一些什么 别的动作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有结构吗 对不对 那你这样的话 这个站桩 你说它的现实中 实际意义有多大 所以呢 不是站好了要有结构 是我们要在任何时候 都要有结构 那等一下呢 你保持这样一个姿势 保在我的手上 那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过的 那这样站肯定很轻松了 对吧 这个都拍过很多了 那现在好了 我们现在 我往前还可以不可以 我现在这样的姿势 这样一个姿势可以吧 这样往前可以吧 我们再往后 那往后 这样给你往后 这样倒 对吧 我们来顺便 顺便 对吧 那我这样倒 我这样再倒一点 我再倒一点 对不对 这样行不行 把一根捞起来 这样可以站住吗 这样可以站住 对不对 然后 那手再收藏一点 就能不能倒住 我这样倒 我这样倒可以吧 来 你看 对不对 那我这样收藏也可以 那我这样收藏也可以 这样往下 对不对也可以 对不对 你看还能回来 不用手还能保持结构吗 当然是要有结构的 我手放着 这是站桩 对不对 那我手放下来 它就不是站桩了吗 对吧 看一下 这个只是要结构 这个只是要结构 是你要连续 能够维持这个结构 要一直保持住 你的结构 你才能叫 一个合格的爱归 这个动作 有更厉害 对吧 1 2 4 1 2 这个 1 2 快速的 对不对 比如说它现在就 收藏在这边 我们就按它这边 比较会那么疼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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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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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7 7 7 5 5 5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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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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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在我们三合中里面讲到的 叫做四个原则 那通过学习这四个原则 我们才能把结构融合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个瞬间 不然你再这样一辈子都不算真正懂结构 再这样一辈子 你都只能当个最底层的小瓶子